中国国家文物局5月21日在海南三亚发布深海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 深海考古是世界水下考古研究的前沿领域 也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国深海考古迅速起步 取得了重大进展 2018年4月 2022年8月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等单位 先后在西沙北郊海域 西沙海曹海域成功实施两次深海考古调查 发现若干沉船和遗物点 2022年10月 在中国南海西北路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 发现两处古代沉船 2022年10月 在我国南海西北路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 发现两处古代沉船 其中一处有多个疑似被船舱分隔开的 成堆文物 最大高度达三米多 文物以瓷器为主 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 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 根据出水文物 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 定名为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 另一处发现大量原木 尺寸相近 马放整齐 大多经过简单加工 初步研判 是从海外装载货物 驶往中国的古代船只 时代约在明洪志年间 定名为南海西北路坡二号沉船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将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归程 用一年左右时间 分三个阶段实施南海西北路坡一号 二号古代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 其中第一阶段将从5月20日 持续至6月上旬 使用载人潜水器 搜索摸清沉船分布范围 对沉船遗址进行多角度 全方位的资料采集和考古记录工作 适量提取有代表性的文物标本 以及海底底质等科学检测样本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计划于2023年8月至9月 2024年3月至4月实施 考古调查工作结束后 将科学评估沉船保存状况和技术条件 研究提出下一步考古和移植保护方案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保存相对完好 文物数量巨大 年代比较明确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 科学及艺术价值 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 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 这一重大发现 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 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 对海洋史 陶瓷史 海外贸易史 海上私塾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也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 以水下考古跨界融合 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 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 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